最近 元宇宙是股市的超级大热点 这种类似的热点炒作 过去几年出现过多次了 比如共享自行车 无人超市 人工智能等等 即使是在元宇宙相关领域 AR VR和可穿戴设备也出现过几轮热炒了 对于这种一轮轮的技术圈和投资圈里的新名词 新趋势和一张大饼 投资者要保持清醒 我已经对于元宇宙从投资者角度进行了科普 也讲过了一些元宇宙的硬核技术 今天我就针对普通的科技股投资者 和大家说说元宇宙投资的三个误区 元宇宙投资误区一 投资元宇宙就是买Facebook股票 2021年10月28日 Facebook宣布将公司名称更改为Meta 股票代码也将于12月1日从FB改为MVRS MVRS其实就是Metaverse的简写 Facebook在位于加州总部发布了一个新的标志 用一个蓝色的无穷符号取代现有的大拇指点赞标志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表示 今天我们被视为一家社交媒体公司 但在我们的基因中 我们是一家构建技术以连接人们的公司 而元宇宙是下一个前沿 就像我们刚起步时的社交网络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在所有的科技公司中 Facebook是元宇宙的倡导者 呐喊者和先行者 Facebook并不是知说不错 而是拿出了真金白银 作为打造负责任的元宇宙努力的一部分 Facebook将投资5000万美元 用于全球研究和项目合作伙伴 Facebook近期宣布在欧洲招聘1万人来构建元宇宙 在最新财报中 Facebook预计今年将在AR、VR和相关硬件 以及元宇宙应用和服务的开发上 投入超过100亿美元 Facebook这轮自我炒作 直接推动了这轮元宇宙的投资热潮 更有阴谋论者称Facebook的目标是控制元宇宙新大陆的一切连接 最终控制元宇宙帝国 扎克伯格搭建元宇宙 是想做元宇宙新大陆的国王 我看了很多报道和文献 发现太多的人把元宇宙和Facebook联系到一起了 我只能说这次Facebook的公关真是太成功了 现在人们一讲几搜索 其实就是在讲谷歌的搜索 一讲相互加为朋友 默认就是在Facebook上加朋友 这次Facebook的宣传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要是以后人们一讲到元宇宙 首先想起来的就是Facebook 就是扎克伯格 大家不要忘记扎克伯格是哈佛大学计算机和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他对于使用心理学影响大众的情绪 使用的是炉火纯青 但是我要说的是 元宇宙远远超过了Facebook公司所能够贡献的范围 元宇宙可以分成两个明显的组成部分 第一个组成部分其实是元宇宙的基础设施 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元宇宙的应用 元宇宙看似空灵和虚无 其实是建立在已有的和未来的IT基础设施之上的 就像VOIP、流媒体、互联网都是这个IT基础设施的应用一样 元宇宙只是另外一个应用而已 和元宇宙比较近似的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 也是建立在这个IT基础设施之上的 只是元宇宙对于现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所以为了迎接元宇宙时代的来临 升级现有的IT基础设施迫在眉睫 我们的终端需要更强的视频显示处理 我们的网络需要更高的速率、更低的时延 我们的云计算需要更强的人工智能处理能力 我在我的第147分析过 现在人类的IT基础设施刚刚能够支持入门级的VR 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的元宇宙 所以未来的投资重点和迫在眉睫的问题应该是先修路、再通车 可以预期的是 在元宇宙的头盔、元宇宙的操作系统、元宇宙的GPU芯片、5G网络、云计算、数据中心等等基础设施领域 人类将先行 之后才会是元宇宙应用的大爆发 Facebook的特长侧重于人与人的连接、即社交 这是典型的元宇宙应用 Facebook虽然也有VR头盔硬件 但是并没有芯片、没有网络技术、没有云计算 所以你买Facebook股票去投资元宇宙没有错 但是你要意识到 Facebook可能仅仅做了元宇宙大愿景1%的工作 你必须看到另外的99%的机会才行 否则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基础设施部分 它们才是元宇宙的基石 如果元宇宙未来15年才能够走向成熟的话 我相信在这个阶段 投资元宇宙基础设施比投资元宇宙应用更加靠谱 所以投资者必须要走出投资元宇宙 就是买Facebook股票的误区 元宇宙投资误区二 投资元宇宙就是买游戏类股票 近期中国活起来的元宇宙股票 大部分是游戏类股票 中兴宝9月初宣布 计划打造元宇宙游戏酿酒大师 两个月涨幅高达362% 10月末以来 中文在线 加创视讯 恒信东方等公司 接棒被热炒 涉及元宇宙概念的相关公司 股价一点就着 这次财报后 作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腾讯 也在大奖元宇宙 元宇宙第一股的 Roblox RBLX 报告了好的业绩后 股价高开高走 收盘大涨了42.23% 创历史新高 市值约来到633.94亿美元 游戏类股票 甚至超过了Facebook 所在的社交板块的热度 成了这轮元宇宙热潮 最明显的板块 我们必须要承认游戏 是元宇宙最重要的应用之一 元宇宙将大大增强游戏的体验 从而使游戏行业进入增长的新轨道和新阶段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其他的元宇宙应用也会芳心慰爱 刚才讲到了Facebook的 基于元宇宙的社交机会也很多 Snapchat也在从社交切入元宇宙 另外我不得不强调的是一些2B的元宇宙应用 投资者也可以进行深度挖掘 当一个技术不成熟或者过于复杂时 这个技术往往先用于2B 最后随着成本的降低和复杂程度的下降 才有可能在2C普及开来 互联网早期其实是1969年ARPA的军工项目 是美国为了防止苏联的突袭而设计的分布式和自动化的网络系统 到了90年代 Internet才开始大规模商业化 现在的自动驾驶技术需要使用激光雷达技术 而雷达最早期的应用也都是在军事领域 现在大家每天使用的GPS导航 最早用于在军事上的陆海空导航 定点轰炸以及舰载导弹 尤其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的导弹在GPS的导航下准确地击中远程目标 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GPS才向民用开放 所以元宇宙作为一个先进的和高度复杂的系统 最有可能在2B的应用先于2C 再回看VRAR的应用和普及 我们发现VRAR的应用 其实在2B的进展一直比2C要快 未来元宇宙有很多2B的应用场景 一个2B的应用场景是会议 Facebook近期展示了基于元宇宙的沉浸式虚拟会议 这种会议可能会是Zoom这种视频会议的下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一个应用是基于元宇宙的工业设计和建筑设计 做这类软件的公司 如Autodesk会找到更多的机会 特斯拉用它的3D软件来设计汽车外观 著名电影Avatar的视觉效果就是Autodesk的软件制作的 再举几个元宇宙2B应用的例子 微软和沃尔沃宣布了一项合作 消费者可以通过HoloLens在经销商那边配置他们的汽车 早在2012年 美国军方已经采用虚拟现实用于部队仿真训练 包括战斗模拟 战争模拟和医疗兵训练 这些模拟使士兵在危险场景下得以训练 与传统方式相比更具成本效益 宇家打造了一款AR手机应用程序 顾客在购买之前 便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将一家的家具摆在家中 看颜色和大小是否合适 AR技术在旅游业还有一个有趣的用途 荷兰皇家航空和英国廉价航空EasyJet 能够通过AR技术 让旅客检测行李箱大小是否可以登登机 AR在医疗领域应用就更普遍了 一些初创公司正在构建AR技术 以支持数字手术和3D医学成像 所以在很多2B领域 通过综合运用5G 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 元宇宙可能比较早地得到普及 投资者与其人人聚焦元宇宙游戏 不如转移到更加有可能先行一步的2B领域 不过我要强调的一点是 这些2B的应用看起来可能非常炫酷 但是如何评估其真正效果和市场空间 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2B的应用往往在小众的市场 有时一个应用就是一个项目而已 往往不具有网络效应扩张的特点 这些应用往往特别适合做展示 让人身临其境去体验 越是不懂技术的人 越容易身心不疑 所以投资这些2B的元宇宙应用要格外谨慎 元宇宙投资误区三把投资元宇宙和投资传统 IT行业割裂开来 很多投资者把元宇宙看作天翻地覆的变革 从而一味追求去投资到全新的领域中去 而忽略了对于技术格局和技术演进的理解 我自己的观点很明确 元宇宙毋庸置疑是一个高大上的未来 却是基于目前IT基础设施的演进和扩容 投资元宇宙和投资目前的IT基础设施 其实是一致的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元宇宙作为一个典型应用 需要高带宽和低延迟等特点的IT基础设施 但是元宇宙并不解决网络问题 所以元宇宙会使5G更加普及 会使光纤入户更加普及 使边缘计算更加普及 使人工智能更加普及 元宇宙只是拉动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就像电动汽车还是跑在以前的公路上一样 公路的技术没有变 第二个原因 元宇宙的愿景很高大上 但是具体落地实现的话 还是目前的几个关键技术 例如VR技术 AR技术 3D技术 物联网技术等等 这些技术大部分十年前就有雏形了 未来的方向就是平滑眼界而已 或者更多的是技术集成 而不是推导重来的创新 有专家分析说 元宇宙技术图谱中的每一项技术 在过去五年各自的锤类媒体里都已经是陈词烂调 第三个原因 很多底层技术是通用的 元宇宙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而已 比如5G是通用的 可以支持自动驾驶 物联网也可以支持元宇宙 在比如云计算技术是通用的 可以用来做语音处理 图像识别 视频压缩 也可以做元宇宙服务器测的处理 GPU技术也是通用的 英伟达的GPU非常适合做并行计算 深度学习 使量动画的处理 元宇宙的关键技术 如AR和VR也只不过 对于GPU有了更加具体的要求而已 所以我的观点是 元宇宙的概念可能和物联网有些类似 更多的是一种大方向 而不是技术本身 物联网的概念2005年就已经有了 只是物联网更加侧重于 对于底层网络技术愿景的描述 而元宇宙更加侧重于高层应用的愿景 如果说物联网和元宇宙 是两个风口的话 一个是在底下吹 一个则是在上面吹 所以元宇宙可能会在应用领域 对于现有的游戏 社交 电影 工业设计 建筑设计有一定的颠覆性 但是 在最根本的底层技术 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上谈 应该还仍然是已有技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平滑眼镜 所以 投资者必须正确认识元宇宙的技术本质 没有必要投资所谓专门的元宇宙创新公司 如果有人刁榜自己是某个国家的元宇宙之父 对于这种人大家要非常小心了 相反 元宇宙可能也就是使目前的科技大公司越来越强大 如做GPU的英伟达 做终端的苹果 做5G的高通 做云计算的微软和亚马逊 做AI算法的谷歌等等 最终 买这些司空见惯的大公司的股票 可能就是迎接元宇宙风口的最佳途径 所以 投资者不要把投资元宇宙和投资传统 IT行业割裂开来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今天讲到了 投资者投资元宇宙的三个误区 希望这期能够抛砖引玉 触发科技股投资者的深度思考 关于元宇宙的硬核技术 如终端 芯片 网络 云计算等等 请看我的第147 如果你实在搞不清楚元宇宙 又怕成为元宇宙投资泡沫的韭菜 可能买元宇宙ETF是最近的途径 关于元宇宙ETF 请看我的第137期 今天是2021年11月16日 老科弹科技股第143期 创作不易都看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并点赞吧 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